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关心的流益风险反而是在9月份的CPI和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全部高于预期以后 对于市场在下半年所形成通膨风险最后形成的紧缩担忧 这个是我们市场上相对看起来比较担忧的方向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最近全球的能源价格受到尾巴冲突的效果 再度波澜惊奇 我们如果从具体沙古地阿拉伯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减产规模来做观察 其实对于能源资产价格的提升已经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那如果由于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使得油价再度攀升 那会不会反而是联总会的紧收政策 打乱了原本全球获利EPS在复苏的水平呢 首先我觉得值得观察的要点是 到底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每在十年期殖利率的高速上升 是不是因为大家对于通膨风险的担忧呢 我个人认为基本上现在由于核心CPI还是处于一个显著的下行格局 也就是市场真正的担忧并不是说联总会再去采取暴力升息 而只不过害怕地缘政治的风险会影响到市场的风险情绪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即便这一次通膨都比市场预期来的高 可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今年不管是11月12月到明年元月份3月份5月份 市场对于终端目标的利率预估值并没有因此而提升 大概还借在5.25到5.5% 11月保持在当前基准利率的概率大概是8成5 12月是7成1 1月份是6成8 到明年3月份5月份6月份降息几率就慢慢开始有所提升了 也就是说即便这一次通膨感觉超乎预期 也没有让市场认为必须要再进行紧缩 换句话说 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现况 基本上还是不足以形成停滞性通膨的 真正影响整个第四季行情的主要缘故 还是来自于获利面 事实上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 全球各类能源的使用占比当中 在1970年代石油占了是接近50% 所以当时的确非常容易形成停滞性通膨 经由两次中东净命的影响 但是如今中东对于全球的原油价格 影响力度已经不如40年以前 反而我们可以观察到 全球现在最大的石油产量国反而是美国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随之而来再生能源比例的提升 有可能会淡化这样的一个盛产 OK 所以真正市场上 我认为对于通膨担忧的风险 并不是单纯集中在油价这一块 油价它只是在众多部门当中的其中一项 而是否会造成核心通膨显著上行的 其实是来自于租金价格和工资水平 租金价格已经连续几个月有显著下弯了 工资的部分到目前为止 由于非农数据还是十分强劲 让市场有点担忧 不过我认为也不用过度担忧 我们来观察一下数据 从目前的美国职位空缺数来看 大概还有800万到900万个 美国的失业人口数大概是600万个 除起来大概是1.51倍 也就是说每个失业者 大概有1.51份工作可以选择做 即便完全匹配之后 还大概有200万到300万份工作 是找不到人来做的 这种缺工的现象让市场始终认为 即便它缺工幅度不像前几个月 来得这么紧俏 但是很有可能会造成工资的持续上涨 但我觉得其实并不会造成工资的显著上涨 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每个小时美国的失心年增率 仍然在持续的下滑 最近已经下滑到4.15% 很快就会跟通膨完全打拼 这个时候工资通膨 它就不再是一个大问题了 那为什么美国的劳工现象如此之稀缺 但是你会观察到工资通膨的增长幅度 并没有因此而放大呢 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所统计的非农就业数据 它主要是进行就业岗位的统计 比如说待会我入完影 马上就要去跑Uber E 晚上还要去洗碗 我一个人就做了三份非农就业数据的贡献 那这种就业数据的量力 它是真的量力吗 其实并不是 它只是说明市场上由于很多人 由于通膨高涨的缘故 被迫要去兼非常多的池 所以这个时候导致了非农就业岗位变多 但是其实大家过得比较辛苦一点 我举个例子来看 我们可以观察到非农这一次就业岗位的增加 基本上全数都是集中在partime工 full time就是全职工反而是减少的 换句话说 劳工利成本 其实某种程度是在下滑的 为什么呢 我缺工归缺工 可是我把全职工那些昂贵的薪资全裁了 但是对于那些partime工那些领时薪的 我反而多增加招募了 反而可以降低我企业的实质成本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目前的劳动参与率 其实已经突破到2002年以来的新高 来到83.5% 在25到54岁 换句话说 现在美国是能够回来工作的人 全都回来工作了 而这个全都回来工作的人 由于大部分是partime工 对于薪资通膨力度增长幅度也不是特别大 那就形成了我认为非常好的现象 那就是虽然我们同时观察到 原油价格的波动 以及劳动力收藏的强劲 但是这些数据似乎不足以佐证 美国会再迎来 类似2021年到2022年那一波的大通膨 我们可能会保持在当前的通膨一阵子 这是由于经济复苏的原因 但是我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 只要通膨是由于需求型 由于企业展望型 复苏型的拉动 它本身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有供给型 全球的供应链型的通膨 新冠疫情所造成的通膨才需要担心 你需求好买得贵一点 那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反而觉得 获利面才是大家关注的方向 而且整个股票市场的概况 在过去一个季度当中 其实也做了适度的精子回归 我们从CNN贪婪指数来做观察 其实当时是一路的下滑 最低曾经攀低到17左右 贪婪指数在80以上是极度贪婪 低于事实是相对恐慌 那现在呢 从低档区开始重新的向上 有没有可能开始进行新一波的情绪累堆呢 我们就看一下本季度的财报了 其实三季度银行股已经公开出来了 表现还不错 那我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 其实标普败指数的EPS年增率 我们看灰色的点 也就是去除掉能源股的时候 早在去年第四季的绝对低点就已经看到了 那么预估在今年三季度是全面性标普败指数EPS的显著同比拉升 预估在第四季到明年一季度全面进入到复苏格局 你说可是台湾今年七八九月份的EPS也没有多好啊 为什么美国好台湾不好 原因很简单 因为美国的品牌商要下单到台湾 要一段时间嘛 台湾其实在出口层面已经转好了 但是把出口转化为实质的应收状况到具体的财报 还有大概一到两季的时间 所以呢美国虽然在去年第四季绝对低点已经见到 今年三四季度进入到全面增长 可是你观察台湾 大概会在第四季左右 才会具体有显著的获利年增率拉升 也就是说真正的财报显著的拉好 在台湾台北股市身上 也要看到十月以后了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激起推论 好了那这代表什么事情呢 这代表着过去我们看起来很昂贵的股票 随着获利的跑转 突然之间就不贵了 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 本益比的来源是来自于股价出于获利水平 那过去由于股价推升速度过快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标普白指数七大科技全职股 苹果 微软 Amazon Google 辉达 特斯拉 Meta 平均本益比是高达34倍 这是源于股价提前大幅反应的结果 结果现在呢 股价适度回调 加上获利显著上行 本益比只剩下27倍 剩下的493只股票 也从本来的18倍的本益比下滑到16倍 这说明一件事情 本来股票很贵的 其实它也没跌多少 但现在一点都不贵 为什么 因为获利在好转 这是我们过去的周期的推演 OK 好 那台北股市很快第四季会拿到获利 所以它出口一定要领先好转 出口先出出 出货出去了之后 隔一到两个季度 应收借账款拿到之后 就会转化为10只获利了 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台湾的10只出口表现 这一次好不容易同比回到正值 9月份来到3.4% 那很多人会质疑的事情是 台湾出口3.4% 那也不代表什么事情啊 搞不好去年9月份基期低啊 对不对 你最喜欢玩基期效果 去年9月份基期低 今年就变高了 那10月份基期变高 那10月份不是又掉下来了吗 的确有这个风险 我们事实上可以观察到 如果你观察台湾的出口值 年增率来做观察 去年9月份 10只出口金额是375亿美元 今年9月份 10只出口金额是388亿 今年比去年大概多赚了 16亿左右 大概 对不对 13亿左右 大概13亿左右 那去年10月份赚了399亿 所以如果10月份赚的钱 跟今年9月份一模一样的话 那很有可能 最后我从同比来看又是付报酬 可是至少你可以观察 台湾在9月份的10只出口金额 它是去年11月份以来的最好表现 也就是说 就算10月稍微下滑 只要11月12月到明年元月份 都赚跟今年9月份一样多的钱 那从同比层面 它一样会进入到复苏周期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不能只看单纯的同比 或者单纯看月环比 或者单纯只看绝对金额 我们必须看整体的市场步调 它的中长期趋势 是否有显著的拉伸 那我们也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 台湾的出口值 占整体台湾GDP 大概有接近6成到7成的比例 所以出口好转 那台湾的GDP肯定也会好转 台湾本身在今年2、3季度 已经完全走出了衰退格局 今年3季度EPS 预估同比增长2.39 去今年第4季度 由于去年第4季已经衰退了 所以同比层面 今年第4季 GDP增长5.22 那明年1季度到4季度 它会逐一递减 这也是积极效果的关系 但是至少可以确定 明年还是复苏格局 那有可能到扩张格局 那真正的衰退期 大概是2025年以后的事情 那股价当然可能提前 1到2个季度反映 那至少我们可以 从这些数据看得出来 整体台湾的出口 对于GDP的成长预估值 足以去奠定 现在就是复苏期 明年可能进入扩张周期 衰退期时间线太远 不好预估 可能在2025年 也有可能在2026年 但是整条景气的预测线 已经很清楚了 联总会的干扰 或者全球的供应链动乱 它可能会影响到 短期股价的表现 但是它不会改变 整个景气循环的逻辑 股价它可以反映东反映西 但最终它反映的一定是 公司赚不赚钱 而公司赚不赚钱 股价它会领先反映 公司赚不赚钱 那台湾出口 为什么到底能够有 显著如此的增长呢 其实电子零组件 还是属于负报酬 同比层面 真正增长属于是 支通产品的部分 而这个支通产品 已经连续三个月 都保持在50%左右的 同比增长了 所以它也不是昙花已现 这说明AI伺服器 的确对于台厂 有部分显著的拉抬空间 在这种状态底下 其实我认为 我们过去已经追踪了 好几年的 台湾景气周期库存循环的表现了 曙光至少已经浮现了 那当曙光浮现之后 大概在隔一到两个月度 当大家看到实体的财报 已经转好 就比如说第四季 10月 11月 12月 云收 开始转好之后 才会有那种真正要买入的冲动 至少要看到确实的数据 大多数人不太愿意提前来进行 整个EPS或行情的预测 虽然我们是提前已经估好了 早就已经进行资金的部件 但现在这段时间 反而我个人认为 是等待新闻的买盘 持续接手的时机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 我们反而就是让获利自由的增长 增长到什么时候呢 增长到下一波的 景气循环的拐点 再度出现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很清楚 同比即将要转负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还是觉得 月云说还不错啊 季报还不错啊 但这个时候 往往是一个新人的周期的拐点 所以今天我想跟投资朋友 分享的事情是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理由 来判断当前股价的高低机器 但最终我们其实以获利面来看待 是最为准确的 通膨它是一个观点 联准会的政策是一个观点 全球的供应链紧张 尾巴冲突都是观点 但是他们永远跟获利比较起来 获利还是最最重要的 请问投资朋友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财经浩角 再相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加分享